Hello 朋友们大家好 本期呢我们将会给大家带来TikTok系列课程之TikTok热门账号的推荐 这一期课程呢是由悠派出海给大家准备的TikTok系列教学视频的课程包 我是导师Lisa 那这一期呢我们会列举出四个Sample 也就是目前在TikTok上非常火的一些账号 来给大家展现比较用心的我们的伙伴呢做成的PPT 这个展现的话呢会更加明显 而且里面呢会有图片和视频哦 那我们也会给大家真正的去看到这个内容 那在做这个视频教学之前呢 容Lisa做一下自我介绍 Lisa我之前呢是作为东南亚MCN的一个负责人 做过近百厂的Shopi和Lanzada的直播 在东南亚呢我们做跨境电商已经是很长的一段时间了 并且已经跑出了我们的一个运营的数据 然后呢在这个数据盘里面呢 作为跨境电商的一个板块 现在TikTok呢也是我们研究的一个板块之一 那我们就已经在汇总我们的一个数据 做成课程教学 旨在帮助大家能够在TikTok的赛道里面稍微跑得快一点 OK那我们下面的一个课程内容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一期课程呢就是比较不会太累 大家也会分享到一些干货 那我们再看这个举例子 主要是给大家看这个实际的案例 TikTok上面的运营的四个热门账号 我们的小伙伴呢已经结出了四个热门的一个带货的账号 因为我们其实为了讲TikTok是为了变现 还有更好的去做我们的跨境电商 无论你是结合Shopify独立站 还是后期你啊就是TikTok也要挂小黄车啊 目前能在TikTok上面直播小黄车直接卖的国家 就是英国和印度尼西亚两个地区 但是呢我们相信呢 后期的TikTok会开放更多的国家地区 可以直接挂小黄车 然后呢能够做直播带货 这样呢我们的变现路径就会更广 因为目前TikTok的这个日活用户是最多的 所以呢我们再看一下在这四个账号里面 看一下别人是怎么进行带货的好不好 OK来我们进到我们的第一个账号啊 第一个账号的话呢 大家有兴趣能够进到TikTok的话呢 你们就可以去搜索一下 我们的小伙伴呢给大家找了这个案例 这个账号呢是专门带手机带货的一个账号 那这个你看它上面发的全都是产品的小的video 在上面的话呢会展现出这个手机的使用啊 还有它的一个功能 你们不要看说手机的这个视频会不会很boring 其实真的不会 它在它的这个主页介绍里面 会挂上它的独立站的这个信息 如果有买家 就是我们的用户 TikTok的用户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直接打开主页就跳到它的独立站了 其实这样的一个变现方式是真的叫做税后收入 你只需要把视频去处理好 然后放爆点在里面 让用户看这个视频的时候 哇好想要这个手机的功能 你就无形当中已经在卖出你的手机了 用户如果想下单的话呢 可以直接点到你的这个Shopify的独立站里面 去直接购买对不对 你们看哦这个账号的粉丝 来个100.6K 那是多少粉丝 这个是88万的粉丝 888K对不对 88万的粉丝的一个账号 专门卖手机 请大家试想一下 我们在这些粉丝里面 我就算你可能只有1%的用户 会对你这个独立站点进去 但是呢你的这个用户量 也大概是就1-2万个用户点进去 会去购买了 利润很高的朋友们 你们看一下哦 这个手机呢 我们的小伙伴总结出来呢 说是你们可以点进去也看一下 华丽的外观 营造出高科技的感觉 他会拍就是华丽丽的一些西粉的一些视频 然后呢去吸引用户点赞 还有就是直接独立站转换 来我们看一下他真正的视频的状态 好不好 来给大家播放一下 看上很厉害的音乐 这是三星的哦 对我们再来看下一个 三星Galaxy 基本上呢做的就是一个博主安利豪手机的一个视频账号 但是他的粉丝很多 开始慢慢的爆了这个视频啊 那这个就是第一个账号 账号在这里 有兴趣的小伙伴你们也可以自己去搜一下啊 OK那第二个账号的话呢 推荐给大家阿里巴巴的一个账号 来看一下他 粉丝 2.3M230万的粉丝 非常的多 然后也挂了店铺的介绍 独立站的链接灯 放在这里 阿里巴巴上面呢 是做的阿里巴巴的一个宣传的视频啊 上面有很多乱七八糟的 什么小玩具啊 网红玩具啊 手机壳啊这种哈 你看他这个以 搞笑滑稽的形式展现产品 然后呢 简单不过的产品也能让他们玩出花样来 这个真的是非常考创意的哦 那我们大家来看一下 放视频给你们看一下吧 然后是怎么样的一个视频 哦这个是煮蛋器 好买了 买回来我试一下这种 你看这个黑人小哥就一直在搞谷 就 还有那个娱乐搞笑的成分在里面 嗯 又播完了 我们再看下一条视频 下一个产品 防水胶 呃 胶鞋防水泡 这黑人小哥哥是阿里巴巴的运用主播了哦 坐上现在是不是真的好用 下雨边 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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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搞笑为主的 但是他是会有产品的介绍的 好 那第三个账号给大家看一下 如果你们已经上了Tiktok的话呢 也可以上去搜一下 第三个也是带货的账号 这个小哥哥就厉害了 他的粉丝纯粹是他自己拍的一些搞笑的视频 然后传上去 然后很多那个粉丝的粘性好强 这小哥哥我也经常刷到 现在有105万粉丝了 不是哦 这个是百万哦 500万千亿 已经上亿的粉丝了 在关注他 Million 很厉害 这个小哥呢 是娱乐博主 你看他就是上亿人关注他 然后他的视频播放量 都已经是上千万的播放量 每发一条 非常的精准 而且粘性很大很厉害 他这个转换呢 目前我们判定他的这个账号 是含金量巨高的 很多我们可能商家 想找他去做广告啊 或者做这个产品的 这个带货的话呢 就坑位费很高 来我们看一下哦 这个他的视频的风格 他在模仿那个女生 然后呢说夹到了 然后我摁一下开关不就好了吗 就是很无厘头的那种视频 他都每一条都是这样的很搞笑 就很多人就是明白吗 这女生的头发被那个窗夹到了 外面有人要剪他头发 然后这小哥就模仿当时的场景 然后告诉大家 我都不用说话 你把那个窗摁下来 不就完事了吗 就是会模仿那种很无厘头 我们再看下一条 看下一条 模仿刚刚那个状态钥匙掉到了凳子下面 我干嘛要那么麻烦 从下面剪不可以吗 就是那种很无厘头的视频 很搞笑 好了我们看完这个小哥哥的视频了 每一条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就是此时无声甚有声 OK来我们看一下第四个 sample 第四个给你们看一下 这个博主的话呢 他发的一些视频 这博主的话呢 是一个玩具带货的视频 叫解压玩具 如果我们做跨境的朋友 见到这种玩具很熟悉了 亚马逊都卖爆了 然后东南亚呢 也是这种解压玩具 卖很多 完了以后呢 粉丝呢 是可以的话个时把 98万的粉丝 在上面 而且这个账号很垂直 做的全是玩具的一个账号 他的这个网站呢 已经挂在上面了 独立站的网站 那大家呢 我们可以了解一下这个账号 这个账号呢 是一个解压的玩具店 通过解压玩具 跟粉丝互动拍视频 让谁能够更快的完成 那个解压玩具 就是按那个 这个嘛 他不是可以按那个 然后比赛 会有一个competivity 就是竞赛的一个模式 然后呢去推荐他的这个玩具 这样子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账号 他的视频是怎么样的呢 来播一下 I can pop all these five poppets for you can like following chat and you better better not pause the video because that's a hundred percent cheating and that's a high way three two one 开始算时间 你用多久才能把那个按完 就 外国的用户 你喜欢玩这样的一个玩具 卖很酷耶 下一个视频也类似是这样的 而且他拍的事情 每一条视频 非常地大事 每一条视频都是 每一条都是 然后呢 他的这个粉丝也很高 你就都想不到 他的那个内容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粉丝关注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有信心 你选对赛道做TikTok的话呢 涨粉很快 而且你理解的无厘头视频 但是就是有粉丝关注你 而且TikTok的粉丝 他不是刷的 不是刷的 是真实的粉丝在上面 所以大家呢 通过我们的视频 Sample案例 你会觉得说 在中国玩抖音啊 真的是内卷卷的很严重 你一定要好的内容 然后好的视频创作 你才能够吸粉 但是现在海外版的TikTok的话呢 你只是发视频 然后视频稍微有一点意思的话呢 就会有粉丝粉你了 而且你可以结合这个 商品跟独立站的一个带货 去完成你的变现 好 那我们的这一期课程 就到这里结束了 给大家分享了 四个主流的账号 带货的账号 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 也可以自己去TikTok上面 去多看一看 多学习一下 祝大家在TikTok这套赛道上 早日变现 那我们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拜拜